在二战中,日本有一支王牌军队,自1937年从杭州湾登陆,一路攻占南京、杭州、上海、广州、海南岛等地,在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。 不仅如此,他还侵占马来半岛,攻陷新加坡,进军缅甸,成为二战中入侵国家最多,作战地域最广,所犯罪行最大的一支日军。 作为日军的顶尖王牌,第十八师团不仅侵占中国领土,肆意烧杀抢掠,还一度称霸东南亚,给亚洲许多国家带去了沉重的灾难。 这支有着丛林恶魔之称的军队,曾经十分嚣张跋扈,但最终却被中国远征军打败,甚至连官方硬性都被远征军俘获,沦为日本军中的笑柄。 那么,第十八师团,究竟在世界各地犯下何种罪行,最终又是如何被中国远征军所打败,得到了怎样的结局呢? 自1868年实施明治维新以来,日本逐步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国家,处于强化国家机器,对外侵略扩张的需求,日本逐渐建立了一支现代化军队。 1907年在日俄战争结束后,日本在九州北部的九流米市成立了第十八师团。 该师团随后参加了一战,在战后由于日本参加西伯利亚出兵,导致军费超过预算,1925年第十八师团被正式裁撤。 在裁军之后,日本陆军保留了17个长辈师团,采用二缕、四部兵团编制。 这些长辈师团战斗经验及训练扎实,装备武器极为精良,实战兵力编制在1.5万人至2万人之间,是日本陆军中最精锐强大的战力。 随着日本发动清华战争,到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,日军深感兵力不足,于是逐步在17个长辈师团的基础上,又增加了10个左右的特辈师团。 9月第十八师团在九流米市被重建,下辖两个旅,四个步兵连队,共计2万余人。 1937年,中国正在进行声势浩大的松户会战,为彻底粉碎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。 国军动员了80多万军队在上海进行抵抗。 11月5日十八师团在杭州湾登陆,与第六师团一起包抄国军的侧候,而蒋介石一直认为日军全力进攻上海, 正面不会有从杭州湾登陆的可能,早就将防守杭州湾的部队投入前方战场, 因此使得十八师团轻易登陆,并进一步导致了国军的权限崩溃。 日军攻占上海后,由于十八师团所属的第十军伤亡较少, 因此得以继续追击向南京撤退的国军,一路上第十八师团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。 其中最为害人的,是在十二月制造的乌虎惨案,乌虎距南京西南九十公里, 在备战领前,日军已经对乌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进攻,造成了至少上千人的伤亡。 十二月十日,第十八师团进战乌虎,在市区内将抓捕的两千多难民驱赶到江边全部杀害, 未及逃离的人们也被日军处决。 据美传教士华尔顿的不完全统计,当时乌虎倒卧在街巷血泊中的尸体就有两千五百多具。 更害人的是,日军利用其滨江零河的交通便利之势, 抢卧农民将粮田改种为禁品,并在乌虎大肆制作饭运出售, 实施以毒氧战的毒化战略,可谓是罪行滔天。 日军侵占乌虎,直接导致一万多名乌虎市民死亡。 与此同时,在十八师团的配合之下,日军攻占南京并制造了震撼世界的南京大屠杀。 虽然第十八师团于十二日,十一日奉命停止向南京进攻,转而攻打杭州。 在日方编写的史料上,也并未发现日军攻占乌虎后参与攻占南京的作战资料。 但在南京沦陷后,第十八师团曾派代表参加入城仪式。 而根据1947年,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,明确了第十八师团牛岛部队在南京城内进行屠杀的事实。 该师团不仅制造了乌虎惨案,参与了南京大屠杀。 12月24日又占领杭州,在短短一个星期内屠杀居民4000余人,烧毁房屋3000多间。 此后,第十八师团在杭州及周边驻扎,到1938年10月,日军为特应武汉会战及切断中国国际补给线,开始准备进行攻占广州。 第十八师团被调往华南战线,划归第21军。 荡月12日,该师团在广州大亚湾登陆,攻占广州,接着在街口镇烧杀,再增城。 刚瓦窑村和西州村分别屠杀数百人,而在惠州更是大肆纵火,将城市化作废墟,屠杀上千人,攻下广州后。 第十八师团担任华南方面的警备工作和切断国军的补给线的任务,并多次到各地进行扫盗,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。 1941年11月6日,日本大本营下达了成立南方军的命令。 第十八师团第124连队被编入了步兵第35旅团,前往瓜岛。 而剩下的三个连队被编入第25军,代号通称为菊,菊花作为日本皇室的标志。 第十八师团以此为称,标志着它已经被列为日军中的精锐王牌部队。 12月2日,按照日军部署,第25军以四个师团为主力,前往马来半岛作战。 其作占据题目的是攻占新加坡,摧毁英国在东亚的根据地,马来半岛西陵马六甲海峡,其中大部分是英国的殖民地,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 日军之所以进军此地,一方面是为了获取当地的天然资源,另一方面攻占马来半岛后,可以日后进攻河蜀东印度,建立前进基地,以便夺取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。 12月4日,山下奉文指挥的日军第25军下辖第5,第18师团和禁卫师团,从中国海南岛三亚岛出发,在20艘运兵船和空军的掩护下,驶向马来半岛。 当船开到复国岛西南时,日军兵分三路,其中第18师团驼美支队承担攻打戈打巴鲁的任务,很快该支队攻破英军重重防线,占领戈打巴鲁,接着第18师团主力夺取关丹要地,强度柔佛海峡,击战五级之马,攻下英军最后一个据点卡普尔军营。 1942年2月15日,英军向日军投降,日军已伤亡9600余人的代价,成功占领马来亚半岛,毕伤,俘获英军共14万人。 而生活在马来半岛上的各国人民也迎来了一场巨大的噩梦。 2月18日至3月2日,日本在新加坡进行了大诉清行动,其中60万,华侨有超过7万人被日军怀疑有抗日倾向而被诉清,超2.5万人被日军杀害。 在日军进军马来半岛的同时,日本海军还偷袭了美国珍珠港。 由此引发了太平洋战争,而美国为削弱和牵制日本开始援助中国抗战,并利用滇缅公路为国民党政府运送战备物资。 而日军则在1942年初进军缅甸,企图切断圆华通路。 3月日本第15军攻占了缅甸首都仰光,而属于25军的第18师团也被调入第15军, 以增强缅甸方面的作战力量,很快第18师团登陆仰光,占领曼德勒,随后在缅甸各地作战。 另一方面,中国派遣远征军共10万人赶赴缅甸和4万英军一起结盟作战。 由于盟军高层的政治和军事分歧,加上英军卫敌退缩,本来占据兵力优势的盟军节节败退,损失惨重。 5月下旬,缅甸全境被日军占领,英军退往印度,部分中国远征军也撤退到印度,另一部分撤回云南境内,聚首沐江东岸,与日军形成对峙局面。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面,对日作战失败后,从缅甸撤至印度兰姆加整训的中国军队星38师及星22师,于1942年秋成立了中国驻印军。 在印度整训期间,中国驻印军全部改换美式装备,进行森林作战训练,并选送了大批优秀军官学习各种理论、技术和作战方法,全军官兵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得到大幅提高。 1943年春,新22师及新38师,河边成为驻印新义军,由美国将军史迪威统一指挥。 10月月驻印军开启了缅北反工作战,首先发动了胡康河谷战役。 到12月,孙立仁指挥的新38师先后占领拉加苏、新平阳、渔邦。 1944年初,廖耀香指挥的新22师攻克大落,第18师团各部撤退败逃。 1944年1月,中国驻印军以新38师和新22师为左右两翼,向眠北门户孟关进攻。 在日军毫无察觉的情况下,穿过环境恶劣的原始森林, 其袭在达罗的第18师团司令部缴获该师团官房大印,取得了重大战果。 驻印军占领达罗至太白加一线后,第18师团撤退至孟关和瓦鲁班地区, 并在此层层涉服巨险顽抗最终驻印军一次攻克。 在3月将战线推进到孟拱河谷,4月中国驻印军发起沿北反攻。 作战的第二阶段,孟拱河谷战役。 驻印军两个师先后攻占瓦康至丁克林一线, 接着攻占马拉高、索卡道。 南亚瑟将补充后的第18军团各联队主力歼灭, 最终在卡蒙地区将其大步歼灭。 6月驻印军占领孟拱,打开了通往密芝娜、巴默和曼德勒的道路。 缅北反攻战的第二阶段胜利结束, 日军第18军团基本上已经被全歼。 5月史迪威成立了中美混合突击支队, 骑席密芝娜、缅北反攻作战的第三阶段开启。 经过近两个月拉锯式激战后, 中美联军攻克密芝娜并再次歼灭补充后的第18师团主力联队, 迫使其残步向南砍撤退。 此时的第18师团在经历胡康河谷、孟拱河谷、 密芝娜等地战役之后已经损失殆尽。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, 9月10日日军第18师团在缅甸地阿比亚向英军投降。 这支曾经一度最大恶极的日军王牌师团正式宣告灭亡。 该师团投降后, 大部分人于1946年8月被以海运的方式陆续遣返日本。 和平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基石, 战争是摧毁人类文明的绊脚石, 同户一片蓝天, 共享一份和平。 好了,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。 喜欢本期视频的, 可以点点关注。 对于日军第18师, 各位看官友和高见, 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讨论。 我们下期再会。